而昨天晚上呢 确定中华队在八强止步 很多球迷心都碎了 这心情低落又激动 但是呢 这相关的话题在网路上呢 在持续发酵的时候 球迷都说了 其实这一回中华队的表现 真的很棒 他们也高喊了 虽然这回呢 台湾是输了比赛 但是赢了精神 全世界人都知道台湾的棒球很棒 中华队加油 看台上球迷激动落泪 中古背水一战 即便以14比0败北 但回到七局上半的这一刻 台湾人的精神令人动容 中古之战 古巴接连轰出安打全雷打 强力火攻让中华队落后14分 但球迷可没因此丧气 支持声浪不断 TTT上更被疯狂洗本 大家都说中华队尽力了 你是我们的骄傲 很谢谢他们很努力的打球 身为最大球迷 林志胜的太太在脸书上 放上老公的睡脸罩 上头写着 终于可以暂时放松几天了 辛苦了我们的骄傲 我们再次给中华队 赢上最后行啊 我们再次给中华队赢上最后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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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无援晋级前四强 但中华队在这次经典赛中的全力表现 已经在不少球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了 中华队最棒 我们是要比�go赢的精神 中华队最后行言我们爱你 中天新闻唐一诚留着军台北 暂合不到